电线穿好之后,装身操作嘛,然后高压启动,你过去那边,这里有点,对,电线在那边,高压启动,这个时候我们调这里调压器,它就有一个电压出来,这边现在是2.7千伏,一般的话都打到6千伏的比较多 2千伏,假设过线的时候,这里有破损,然后它这里就会产生报警,报警之后,报警的话,它就是有一个铃铛在响,它就会,红灯就亮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复位一下,然后重新开启高压,如果是自动的话,自动的话,这里有一个手动自动嘛 刚刚是手动,它就一直报警,然后自动的话,它就报警之后,它自己又复位了,自动的话,它自己复位 一般配挤住机的话,就自动,然后它报警之后,它就会复位,然后它会自己记硕 然后如果手动呢,我们配充捡机的话,一般手动比较多,它报警的时候,然后工人过来检查那个破损的地方 这个时候复位,然后这里有一个归零,这里是记硕,已经击穿14次,然后记硕 是的 是的 维持着 刚才经 ان似到 wonderful 是的 seperti